过去也讨论了非常多年 可是每一次都会引发争议 就是有关于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 只不过这一次呢 参拜的人并不是政府的官员 而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慧 他今天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披露消息 日本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总的来讲呢 其实是不大关心 差不多有一半的主流传媒没有报 根本就没报到这个新闻 那么我觉得就是在一般日本人的眼里 看这个第一夫人的角色 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花瓶的角色来看的 所以他的这个政治地位呢 也相对不是很高 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 是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戈兰 在日本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 那么有关于中日关系的一些最新动向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更多详尽报道 也欢迎您登陆查询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.COM